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除了易回購這個短期貨幣操作工具之外 相信大家都不時聽到市場討論鋼準 究竟鋼準是什麼? 降準其實是指降低存款準備金率,即是放水 相反,加準是指增加存款準備金率,即是收水 存款準備金率就是央行規定商業銀行 將部分存款放在央行的比率 目的是避免銀行把所有存款放貸 減低商業銀行的風險 現在內地大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是百分之十四 即是銀行每收到一百元的存款,就要將其中的十四元交給央行 代為保存 存款準備金率的高低,直接影響銀行可以放貸資金的多少 因此,銀行可以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,影響銀行的放貸能力 達到調控市場的流動性 以降準為例,即是銀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 銀行可以從銀行手中得到更多的資金去放貸 所以降準被視為放水 相反,銀行加準,銀行可放貸的資金就會減少 好,流動性回流去到央行,即是銀行收水 由於降準並無操作期限 對資金的影響較長遠,有利全面刺激經濟 降準的政策信號較強烈,效用較大 總結而言,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是一個力度較強的貨幣政策 當經濟壓力漸漸增加時,初過可以留意人行 會否有降準的行動,釋放資金刺激經濟